几十辆共享汽车在夜间被轮番租用 轨迹相同 快速归还 特殊零部件莫名丢失 盗窃团伙全国流窜 疯狂作案 五湖警方跟踪追击 定点抓捕 松动的螺丝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路会反应 起步会比较慢 车子反正躲动啥子都挺明显 然后我们就去带去休息场去检修 然后就发现被盗了 当时那天正好我值班 在值班事的时候有两个群众过来报警 他们资深是某个租赁公司的员工 他们就跟我们说 他们有几部车子上面的零部件给人盗窃了 很欺凡 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多的车都被盗了 而且这个东西说起来也比较贵 对我们公司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 而且对客户的话 以后如果用我们的车 也会造成客户的一些牛车 反正损失比较大吧 若他反应 有六七十辆的车子 三云计划是被盗 损失价值大约在三十余万元 他们就是怀疑有人专门针对他们出租的 平台这个车辆进行盗窃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因为从外观来看的话 没有看见有损伤之类的 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 类似的三元催化器被盗的 它那个是整个把三元催化器给切割走了 所以那个很明显能看得出来 但这个词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 你看这螺丝被伞弄了 对 就这个位置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把三元催化两边的螺丝 卸下来以后就发现里面的精华器 这些东西里面是空的 三元催化器它是中央称是精华废斥 派的废斥要按照环保的标准 让它进行代表 如果没有这个三元催化的话 废斥派的确实肯定不会代表的 三元催化里面不是整个部阱都非常执行的 而是三元催化这个切剂里面拨的那个 石油精华是主要执行的 外面这些切剂是不执行的 它把这个螺丝应该是下下来以后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窝子 全部把它倒掉了以后 再把螺丝就撞上去 三元催化器没有的话 它会爆起 会尽量固扎等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我们当时确定三元催化器肯定是被盗了 但是车辆的仪表盘上 却并没有显示出来故障报警 另外我们在那个勘察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三元催化器旁边装了一个螺丝 这个状态可以说 对 所以正常你根本就发现不了 说明这一伙人的话 对七处机构是非常了解 尤其是在对三元催化器所在的部件 他们拆卸和再重装 就是非常专业 这个从手法来看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专业的 这个我们觉得可能只是一个人 可能完成不了 我们的租车流程全部是在APP上完成的 需要身份信息以及驾照录入 然后包括人脸识别 审核通过之后它才能出车 然后可以在APP上开锁 锁车 还车 不像这个传统的这个车辆 还有面临面的交流和药池 办理相关手续 它所有的程序都是网上操作 而且这个车辆是不停地每天 不停地人通过APP 这个手机平台下载 就是不很难判断 到底哪一个车辆背道的时间段 当时来报案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 在合肥的那么一公司 也有这个情况 就三元策划是被盗 过后已向警方报案 已向警方持统了 就是诸车人员的信息 但是诸车人员的信息 跟实施盗窃的犯罪刑人 不能完全证明是同一户人 或者说是诸车人员的信息 并不是盗窃的刑人 所以这个案件没有抓获 是主要犯罪行人 它是一个租赁车 这个接触的人群群体比较多 如果我们不抓不到招握的话 可能对后续的审讯非常难 所以我们考虑到 对犯罪行人打击的力度 我们确定的方案就是 要在他下一次作案的时候 结合他这个案件现场的情况 尽量整一条整环节地进行抓捕 就是人账并货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思路 这是租车平台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其实信息还是比较全的 统计一下 因为平台被盗的拆办法是很清楚的 然后我们跟平台公司负责人递接以后 让他拿着所有被盗拆量的信息 把租车人的信息全部送给出来了 其中一个广西级的租车人 他都承载着租赁被盗拆量 这个人都在APP上下载了租赁车辆的信息 就承车了这辆车辆 他同一个人一晚上他在他后台 能租十几二十辆 这个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因为一个人就像我正常一个人租一辆车用 我不可能一晚上租很多辆 不停地缓 所以我们认为判断这个犯罪行人 这个人的身份 就是犯罪行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溜入了我们这个 证查的视线范围之内 你看看这个人 嗯 吴建东 8月2号晚上凌晨一点多 在这个地方租的一个 你看不停地租车 还车 12345678 12345678 五元室嘛 嗯 哦 给吴建东玩一次 老家一起的 也要广西 广西的 一个线的 一个线的啊 他一晚上租了十几两次 十几两 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看他也是租了 嗯 通过我们分析 都是广西级 都是同一个线 他们应该是相互认识 还有个 还有个姓委员 就是在同一天晚上 基本上是晚上九点多钟 至凌晨三四点钟 这个时间段 不停地疯狂地 就是在我们五湖辖区 不停地租车 还车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 有的 短的有两分钟 长的 也就是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这个时间立马就把它还了 它这种租车现象 特别反常 而且所乘坐的车辆 经过后台公司 后台数据都存在 三一最欢喜被盗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认为 他们这三个人 应该是一个 流畅性的 灯火性的一个 一个作案灯火 所以我们把他们三个人 都纳入了 中国侦察时间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专门针对租赁平台 这个职业性的犯罪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确定 这个案件确实是 它这一方先生是做的 我们要考虑到 他来五湖的轨迹 来过五湖这种轨迹 你好 你好 我们是近湖公安风局的 我们看一下你们最近几天的 住客的登记的情况 我们首先考虑到外地人 过来可能要住宿 我们对这个住宿系统进行查询 这个我现在能看见的人民 它里边是住几个人 有的是一个人 有的是两个人 就来几个人 实际住住几个人 登记几个人 这三个人在五湖除掉租车信息 没有其他任何信息 住宿 网吧和活动轨迹都没有 我们要分析他怎么来的 怎么来到安徽 来到五湖 然后我们就对乘坐的一些 公共交通 火车 汽车 飞机 这一块发现也没有任何的轨迹 任何的信息 很狡猾 反正常能力很强 然后我们就考虑到 可能就是自带车辆 就是时速可能就一直都在交通工具上 平台的每辆车 它都装载了GPS 它的后台都能看到 这个车辆的活动轨迹 以及这个乘租的车辆的时间 和归还车辆的时间 这个实行程度是非常准确的 活动轨迹也很准确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思路 对他们所有的车辆的GPS 进行逐一的梳理 就是重点围绕它的取车地点 和还车地点 然后进行开展工作 这是运营车输车的轨迹 你看是从这地方 从一辆水 住了一辆车 你看从这地方走 它还从绕一段 然后到这边 到了高县林站 那边附近 它的活动轨迹也是相对固定的 在乌湖乘租的这个车辆以后 在城市里面行驶 十几分钟以后 都会把这个车 开到我们一江区的高铁栏站附近 然后在那个地方停留了 大概十几分钟 就会把车辆又开回来 开回来以后 又会乘租新的车辆 然后呢 新的车辆的轨迹 所以还是这样 每辆车都会在那个时间段 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个高铁小站 平时是没有人过去的 停靠的车辆也很少 所以我们当时判断 那个地方应该是作案的地点 根据它的那个 支配器显示 它这个作案车辆就在这一块 往前开一点 往前开一点 一边开一边开嘛 找一下找一下 万黄一条小岔路吧 我来开进去看一下 是 好 因为他们作案 不可能在大马路上 可能要找一条小路 比较隐蔽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南站附近 看了一下 从环境上来看 只有这个地方 比较符合他们作案的地点 扫桑里面比较隐蔽 不容易被人发现 而且我们在这条小路上的路边 还发现了好几个咽头 如果不是长时间在这里停留的话 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咽头 这个地点是一个城郊 刚好是一个视频盲区 没有监控覆盖 它的整个作案过程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获取到的 没有办法发现的 因为他们盗窃的一个时间段 比较特点 基本上都是下半页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时间段 我们把所有的方圆五公里的监控位下 逐一地掉去 逐一地排查 每辆车 这个很费功夫 这边都没有监控 这边还是比较偏僻的 那我们再往前看 再往前走走看前面有没有 反正这应该都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我们刚开始是这样考虑的 就是通过租车的车辆轨迹 来看一下这个找这个发现 就是晚上 他们的车租车 全部把挡过满挡起来 这不正常的 因为我们就是怀疑 一些人是否有交通工具 然后我们就对所有的 就是背道车辆 就是逐一排查之后 发现在其中一个作案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个 比较可疑的一辆车辆 一部商务车 就是进入了停车场 大概在九点半时候有一个 这个商务车 七座商务车 还是很可以的 进入停车场之后 虽然画面很模糊 但是我们能看到车灯闪烁 一部车停在那 有几个人从车辆下来 然后几分钟之后 几部车同时驶离这个停车场 而且这个时间段 跟就是背道车辆 取车的时间段是吻合的 商务车这一块座位 我们发现了 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现 因为这个交通工具 能证明他们这个车子来呜呼 这个车子和他们是形影不离的 把车辆同车给提一下 在其他现场我也会拍摄一下 周围方圆五公里进行 所有的探头调取 大概有一百多个探头 通过这辆车轨迹查询之后 确定了就是这辆广东的 越野这种这个车辆 车子这些都是真牌照 车辆的车主信息 跟嫌疑人没有任何关系 是一个广东的一个租车公司 我们就是对他轨迹进行了研判 发现他在作案之前 是在吴湖有这个裁点的过程 他应该是选择好了 就是作案地点 然后晚上是有目的地 寻找作案车辆 然后直接到选择好的作案地点 试试作案的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他什么时间入我们安徽 查了之后 发现他在宣传下的告诉 8月1号晚上 在我们的这个宁静城市宣城 有一个住宿讯息 你好老板 我们是近湖公安分局的 看一下近期的住宿记录 这些东西 好 这个你看姓伟的 你看三个人 你看这个是吴建东登记的 就是他登记的 同行人员除了这三个人 还有另外两个 也是一个地方的人 所以当时我们把这另外两个人 也是作为我们的正常地项 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地方 而且是同行同住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两个人的犯罪嫌疑也很大 我们就考虑 如果这两个人 维母华和秦母浩 别参与了盗窃 参与了组策的话 那在共享汽车平台的后台 应该可以看出 他们的组策信息 然后平台公司呢 对这两个人进行书 就会发现这两个人也存在着 大量的这个下单式的信息 而且这五个人 在来吴虎之前在宣城 下单了四十多辆车 我们当时判断 这些人是全国型的 流畅性的作案 就是每到一个城市 疯狂的作案 然后到下一个城市 再连续作案 通过这个车辆轨迹 首先到了安徽的宣城 待了两晚上 然后待了两晚上之后 然后就是来了吴虎 在吴虎也待了两晚上 然后做完了案之后 8月5号下午 就是到了马上 当时的判断就是 这帮人已经流传到马上 肯定是要到马上去作案了 一个方案是 如果调进雨水 我们是抓捕 信场抓捕 我们将这个信息 赶快跟平台对接 让他们关注 这几个嫌疑地下 在马上市的下单情况 然后平台安排 后台工作人员 24小时关注这个信息 随时跟我们保持这个 信息交流 我们也及时地关注政府 给人的活动轨迹 一般情况下 针对他们日进盗窃 白天小藏这种特点 我们上午 这个白天 有重租的时间 去围绕这个抓捕 所以第二种方案是 做完成功以后 掌握还没有来到 这小藏之前 我们设施抓捕 8月6号晚上 公司后台返回过 目前有4名一些人 还在就是分红地租车 总共租了有40多辆 在马上山抓捕 是我们的最佳时期 所以我们立即成立了 14名警力的一个 专案组组组抓捕 因为我们就是不能等 因为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脏物再生 我们分析它这个脏物 就是立即会转移的 它不可能把脏物 带在身上 第二就是担心 它在马上山 做完案之后 立马又走了 它要是出审了 对我们的难度就更大了 大家对听懂了吧 吃饭 这五个人呢 在马上山 也没有入住和上网亲戚 五个人基本上 在马上山消失了 突然之间消失了 我们分析 它极有可能是 在出自私房 或者是有个相对 比较固定隐蔽的 一个落脚点 同样的 通过它那个商务车的轨迹 最终发现它这个车辆 是凌晨三四点钟 在马上与山区的 一个小区消失 我们分析 可能又是住在这一块 但是我们不会确定 具体哪个小区 我们就在周边的几个小区 注意地寻找这个车辆 你两个 从那边 从那边找 我们三个 好 走 出发 找仔细一点啊 这不通啊 这往回 嗯 揉到那边 揉到那边去看去 给美丹 这让我们走走看 不行 不是 好 最终我们就是通过 诸位小区的停车库 包括小区门口的停车位 在一个 诺位小区的 一个拐角的位置 发现了这辆 对 就是上的这辆车 下面我们安排分个工 嗯 然后就是一个原则 一到两个线人 我们不动 嗯 人聚齐 我们在动 好 好 为了不达到警示 我们就在 周围 安排了 三到四名警力 然后 盯着这部车 因为车子 他们 最短 包括后面 小匠之类的 他肯定要动车子 我们就 等着他 顿手 三个小时吧 九点钟左右 发现了 有一名 嫌疑人 到车上来 拿东西 然后我们 发现这个嫌疑之后 没有令习动 因为要 就发现要 要抓他们 具体住在哪 然后我们通过 跟踪这个嫌疑人 到了一栋楼的 某个房间 你这样干嘛 别动 别动 过来 四几个人 门一开 就直接冲进去了 当时这几个犯罪嫌疑人 正在睡觉 有一个年龄 有一个年龄 比较大 我们都进去了 他还在打呼 我们就给他喊醒 才知道 我们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到了 五个人嘛 六个人 把外面那个人也搞 还一个人也搞 整个进去之后 所有的嫌疑人都在 还有一些外的发现 多了一些 六名 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掌握的身份 这个人我叫韦铃光 也是他们同乡 因为这个人 他是技术工 他们是下这个东西的 他也不注册 他也没驾照 然后他跟着他们 这叫什么东西啊 这叫什么东西 就是用手刀吧 不是啊 做什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 车不是我 他弄不住 车上有大量的转 比如说钳子啊 螺丝刀 金银 还有消音器 好多的板手 到处都是的 这东西从哪儿搞出来的 什么烟铜 什么烟铜 细缺烟铜 从什么汽车去管的 那个汽车是怎么来的 扫码过来的 这住的车 还是随便在大街上找的车 对 车的后备箱 装满了 倒计的三约水块 有粉末 包装很好 红色塑料袋 一包一包的 包得很好 总共我们经过七点 是二十一包 也是今天晚上干个头 还没有来得及消灯 总共几个人 六个人 你们怎么分工呢 分工就是我和韦大华 韦云胜 还有韦金光 三个人开车 开车什么意思 就是把那车扫过去 到那个指定的地点 然后他就把那个车 那个三约水销器卸下来 这边六名嫌疑人 四名嫌疑人 专门辅助租车 另外一名嫌疑人 组织着吴姆洞 他是在现场 负责放分 负责组织调配 另外一名嫌疑人 就是专门拆卸 流水线作业 然后呢 卸完之后 我们就开车 去旁边附近的停车点 还车 对 把车还了 对 总共这个过程 大概多长时间 就一辆车 一辆车 大概是半个小时 这辆车 咱们选择公元汽车 主要是公元汽车的平台车 就是借车 还车 都不需要人工去审核的 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可乘之计 所以他们把里面的东西偷到 后才不能及时发现 当时 动这个念头的人 应该是韦宁光 他这个弟弟韦金光 他有修理 机动车的精力 所以他是坏这个技术的 吴姆和韦宁光 他们两个 应该是主要的头 他们两个主要是负责 就是规划路线 沿途选择 在什么地方作案 那你那 就是拖来的那三业车 是怎么处理的 那东西是那个 阿东跟韦宁光 他怎么发货给人家的 我就不知道 反正是寄物流的 寄物流的 你又没有寄过 我寄过一次 卖出去是多少钱 那个我不知道 那他们知道的 肖赃主要是 为宁光跟吴建东负责的 他们是把这个 盗窃来的三元催化期 第二天的时候 通过快递 邮寄到肖赃地点 然后对方再通过 转账的方式 转给他们 然后他们内部在 按照自己 预先 事先定好的这个封城 再分赃 肖赃这一块 我们掌握的是两个人 我们在 广东梅州 抓了一名 肖赃的嫌疑人 另外一名 嫌疑人是被我们 安徽的六岸警方抓获 但是我们也去提审了 他们这些盗窃的 邮寄的给他们的这些 三元催化期的数量 金额都能相互吻合的 盗窃成功之后 你是怎么样 结算的呢 他就是说 两块就是说 一台给我 大概四百块左右 他们当时是从 广西的老家出发 然后途经梅州 然后经过了江西 然后在我们的 安徽的宣城 吴湖马鞍山都有转 他在宣城应该是 盗窃了二三十起吧 在吴湖应该是 六十几台车的 三元催化线 然后在马鞍山 也是五六十台 另外根据我们 后期掌握的情况 他应该这三个月内 流传全国作案 可能应该是 有五六百起的 整个涉案的价值 应该是一百多万 感谢民警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通过这件事 我们也采取了防范措施 一个是密切关注订单的 异常情况 另一方面 我们也把三元催化级的 螺丝焊住 焊住之后 基本上就很难盗取 这个部件了 此的案件是网络社会 以后引申出来的 一种新型犯罪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网络给生活提供了便利 给社会大众带来的便利 但同时也给予 是不法犯罪牵人 带来了可乘之机 对我们公安机关来说 也给我们了一个 新的这个政策思维 针对这个网络犯罪 一定要快速准确 时效性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